瑜伽心理学第20集 您看到的是当下的真相还是回忆的染色 这一集将从记忆作为切入点 探讨瑜伽经解析三摩地其中的两种层次 进而增加我们对生活的觉察 想要分享这一集内容的原因 在于我深深觉得所谓的三摩地 其实不是空谈或什么虚无缥缈的神秘状态 而且三摩地是有阶段性的 需要一开始透过日常生活的洗涤 以及规律的禅定打坐来训练自己的心智 让意识和觉知变得寓意细微 这一集的Podcast将透过瑜伽经的第一篇 第42经和第43经 来帮助我们增加对日常生活的觉察 短短十几分钟 轻松学习瑜伽哲理 运用在生活中 日前有位女性朋友告诉我 说她梦见自己的先生对她大发脾气 并且在梦中把她当作出气筒 隔天早上我的朋友一醒来 就先揍老公一拳 老公被打得莫名其妙 问太太干嘛打她 但知道原因之后觉得更冤枉了 因为梦又不是真的 可是老婆的气氛 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活生生地给她一拳 这个例子听起来很搞笑 因为是来自昨夜梦里的记忆 但老实说 类似的经历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 什么是类似的经历呢 打比方说 若我曾经跟某人有过节 有不愉快的事件 当下那个人做任何事情 都会勾起我跟他过去不开心的回忆 甚至再加上我脑中的胡思乱想 就会影响我现在看待这个人的角度和心情 这也就是说 我们当下的判断和情绪反应 通常不是当下的 而是掺杂了来自过去回忆的累积 就回应了这一集的主题 您看到的是当下的真相 还是回忆的染色 我明明就是在这里 你却一直看着以前的我 这句话来自日本小说家西伟维新 我并没有看过西伟维新的小说 只是无意间在网络看到了这句话 觉得很有意思 也切合这几的内容 或许我们曾经都有过这样的感觉 例如在父母眼中 我们一直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孩 疑惑某个人过去做错了一件事 一辈子就得背负着做错事的标签 即使他已经喜心革面 回忆所累积的经验值 原本是一种求生存的机制 方便我们去做出快速判断和反应 这是件好事 是老祖宗一代代流传给我们的原始本能 否则的话 没有从过去学到教训 我们也不可能改变 然而每件事都会一体两面 若不觉察我们这样的原始本能 变成所谓的刻板印象的习性 就会很有可能导致偏见 歧视 或者呢 无法包容多元可能性的狭隘观点 重点是我们往往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为当下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生气 焦虑和抱怨 好比我那位做梦的朋友 醒来之后还在生气 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过去和当下 不过他的情况简单很多 好在老公包容地接受了他的一拳 我的朋友也就放下了心情也好了 所以我们对人事物的认知 除了直接观察之外 其实都掺杂了记忆资料库里的片段资讯 之前做了一集关于记忆的podcast 应该是第七集吧 主题是记忆的圈套 从瑜伽经来谈记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听 想象一下 若您这辈子从来没见过 没听过 更没用过筷子 当一双筷子出现在您面前时 您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反应呢 当然一开始 可能是脑袋空空 毫无头绪 或许呢 先拿起来摸一摸 闻一闻 描述这个你从来没看过的物件时 你会说 长长的 细细的 有一头呢 比较尖 一头比较粗 诸如此类的说明 也有可能 你会把它 跟另一个看起来类似的物件做比较 进而推论 例如 我们可能会觉得 这个跟打毛线的棒针很像 进而推论 是不是打毛线的工具 从以上筷子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算面对一个我们从来没看过的人事物 我们当下的印象和判断 其实或多或少都掺杂了记忆 方便我们做推论 那么三摩地跟上面的例子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跟我们是否能够觉察 回忆或记忆 对我们当下认知的影响有关 刚刚说了 瑜伽经将三摩地 分成不同的政务阶段 非常有逻辑和清晰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三摩地 需要下功夫和实际 去练习禅定打坐 所以在这里 我就不去一一解释 三摩地的各种阶段 而是直接透过《瑜伽经》第一篇 第42经和第43经 来探讨记忆 对我们当下觉知的影响 好的 第42经和第43经 是以初阶的三摩地阶段 作为例子 这个初阶的三摩地 叫做有寻三摩地 梵文是Savitaka 中文翻译是有寻 有没有的有 寻找的寻 有寻三摩地 是有粗念的三摩地 粗是粗细的粗啊 何谓有粗念的三摩地呢 就是在禅定中 我们把心念 专注于比较具体的对象 而进入三摩地的状态 好了 在我们简单了解 何谓是有寻三摩地之后 瑜伽经又把这个 有粗念的三摩地状态 分成有寻三摩地 和无寻三摩地 这两者 都是带有粗念的三摩地 只不过前者的粗念 带有回忆染色的成分 而后者的粗念 是不带有回忆的染色 也就是说 我们把心念专注于 一个具体对象时 是像第一次 看见这个具体对象 不带有过去经验 记忆的推敲别象 真实全然地 去体验当下 这个具体对象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第42经 和第43经的白话翻译 这个翻译的版本 是参照石鸿老师的 瑜伽经白话讲解 第42经 混合了言语 言语所指称的对象 以及知识的认知 叫做有寻三摩地 第43经 一旦记忆完全洁净了 心地仿佛空无所有 唯有照亮所专注的对象 这就叫做无寻三摩地 举个例子好了 若我打坐的对象 是观想具体的 哦 也就是大家常见 代表哦的符号 第42经 描述的状态 就是我专注于 哦的意涵 包括我学习到的 所有关于哦的知识 甚至呢 哦的唱颂声音 这一切的心念 其实都掺杂了 埋藏在过去记忆中的 学习经验 我若借此而进入 三摩地的状态 这是第42经 有寻三摩地 那么若是第43经 无寻三摩地的状态 就是我专注于 哦这个具体对象时 关于言语 意义和知识 认知等 受到回忆影响的 心念过程都停止了 都没有了 在三摩地的状态 心念变成了哦 体验到真正的 最精为 最真实的哦 超越时间空间 若您是第一次听到 描述三摩地的 不同阶段 可能还是会觉得 有点悬 但是呢 我们现在先不复杂 先单纯呢 把有寻跟无寻的分别呢 划分在记忆 也就是回忆 有寻三摩地 是混合了记忆的认知 而无寻三摩地 则是记忆完全洁净了 啊 当学习到这两经时 我的内心 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 更是充满了感恩 瑜伽经 是如此的贴近 我们的生命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 停下脚步 去学习体验 前人所留下来的 智慧结晶 学习瑜伽以前 每次听到三摩地 就觉得好神秘哦 但是慢慢接触 了解瑜伽经后 我发现 瑜伽经对于 三摩地的描述 其实是很清晰的 分阶段性的 将人的意识 做有系统的解析 以及呢 给予修炼者 相关实际的建议 按部就班 暂且不论 没了记忆染色的 意识状态 是怎么样的 但若能在生活中 去稍稍观察 就会发现 自己很多时候的情绪 焦虑 都不是来自于当下 而是来自于 过去或未来 当下 其实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 这份觉察 可以应用在家庭 工作和个人成长 以我的例子而言 瑜伽帮助我 最大的层面之一 就是我开始 能够分辨 和尽量不让过去的 伤痛 牵制着现在的自己 也进一步 观察到身边的人 当然也包括我 很多时候的 不开心或烦恼 都是因为混杂了 来自过去的不愉快 觉察后 我们就能去选择 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们是选择逃避 还是接受 是想要反击 还是放下 有了这份觉察 至少我们才有 选择的自由 我明明在这里 你却一直看着 以前的我 这句话 是对其他人说 也是其他人 对自己说 感谢您的收听 这一集Podcast 在此告一个段落 我非常珍惜 透过每一集的Podcast 与您交流的机会 若您喜欢学习 生活化瑜伽哲学 今年初 我推出了一个 网络学习瑜伽哲学的平台 循序渐进 帮助您将瑜伽哲学 融入生活中 进而稳健成长 这个学习平台 每年我都会增加新的内容 并且一年 有三场深度瑜伽哲学讲座 提供给参加这个平台的朋友们 下一场会员专属讲座 将于10月底举行 主题是关于prana pranayama 还有呼吸 prana是指生命能量 pranayama是指调洗法 为了答谢收听我Podcast的朋友们 我特别在此提供九折优惠 优惠连结 我会放在Podcast的文字简介中 只有10个名额所剩不多 明年我也会制作 关于瑜伽经的新课程内容 当课程内容越来越丰富时 课程的价格也就会适时的上调 我承诺至少用三年的时间 来经营这个课程 当然希望有您的支持 这个平台就能更长久的走下去 我也会有资源来专心制作 与瑜伽相关的资讯内容 或者也欢迎您透过网址登记 参加我不定期举办的 免费瑜伽哲学讲座 下一场免费讲座 预定在今年的12月举办 期待与您交流 同样我会把网址贴在文字简介内 谢谢您的支持 瑜伽心理学 我们下次见